在最新的剧情中 王雪花 东方红 杨思宇 颜冰都来到了叛逆期 叛逆期的孩子总是喜欢弄出动静 总是希望得到更多的关注 不管是在家里 还是在学校 所以 当王雪花提出要改名字的时候 其他三个人一拍即合 尤其是颜冰和东方红 其实 星迪早就有相同的想法 有王雪花带头终于有了勇气 只是三个人的动机是完全不同的 东方红早就想要改名字了 因为东方红 太阳生 他经常被同学玩笑 这让他觉得父母当初给自己起名字的时候是随意的是敷衍的 他并不知道会写诗的东方玉树 对这个名字有多满意 是他想了很久才决定 颜冰其实一直知道 父亲给自己起这个名字 是为了纪念母亲 但他还是坚持要改 表面上说是因为不好听 冷冰冰的感觉 其实就是叛逆期内心敏感 心底忍不住做比较 父亲到底是因为爱母亲所以爱自己 还是更在意自己 他希望自己在父亲心中是独立的 而不是寄托对母亲情感的物品 就像那块镇纸石 王雪花和东方红类似 但又不太一样 在这个家里 他一直觉得父母更爱的是哥哥 哥哥的名字叫王明忠 虽然不明白什么意思 但感觉就是比自己的名字认真 自己叫做王雪花 听起来像是爆米花一样随便 直到他从姥姥口中 听到了名字的来由 知道了当时母亲生自己一天一夜 父亲一直焦急不安 后来天下雪了 自己也出生了 所以叫王雪花 那是那个冬天的第一场雪 是景城人好不容易盼来的 是宝贵的 王雪花知道了父亲为自己哭泣过 知道了自己原来要叫王明华 最后 因为自己叫王雪花 哥哥改名为王雪国 原来自己的名字和金庸小说里的角色一样有故事 原来自己在父母心中的分量不比哥哥差 才不再提改名字的事情 只有杨思宇 他其实对自己的名字没有不满意 只是单纯的从众 从小到大只有王雪花愿意和他做朋友 东方红和颜冰也是因为王雪花 才和他成为了朋友 所以王雪花要改 小团体的大家都要改 他就想跟着改 大家喜欢金庸小说 都按照里面的人物改 他也要这样改 还要改王雪花最喜欢的无忌 只有这样他才有安全感 名字是父母给予子女的第一份礼物 尤其是独生子女 都是慎重又慎重 最后才定下来的 代表了许多美好的期盼或者是纪念 是一种亲子之间的紧密联系 所以当孩子提出要改名字的时候 几家父母都是本能反对的 因为会有一种孩子要离开自己了的不安感 就连一向好脾气的闫大夫都罕见挂了脸 只有杨大山是支持的 杨思雨的名字是方慧起的 所以当杨思雨提出改名字 还是因为王雪花的时候 方慧作为母亲非常反对 但杨大山却支持杨思雨 甚至还帮着他一起说服方慧 让儿子把名字改为杨无忌 杨大山看似开明 把名字的自由给了杨思雨 然而他在最后补充的一句不管你叫什么 都是我和你妈的儿子 却暴露了他内心真实的想法 他不是支持改名字 而是不敢反对 杨大山其实在有意地讨好儿子 这种讨好其实还体现在 他努力和王宪平修复关系 改善自己的风平 开始学会安生 还邀请王雪花去家里玩耍 因为他能感受到了 杨思雨对王雪花有特别的好感 只是刚刚进入青春期 这种感觉还很朦胧 自己也没有意识到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杨思雨在杨大山心中的分量已经超过了方慧 如果是在以前 杨大山肯定是把方慧的感受放在第一位 方慧说不能改 那就是不能改 随着杨思雨长大 不再是什么都不懂的孩子 杨大山其实隐约有种杨思雨会离他而去的不安感 杨大山根本不在意杨思雨改什么名字 只要他还姓杨 是自己的儿子就足够了 其他的他都可以妥协 都可以支持 杨思雨并不是他的亲生儿子 他做不到方慧 王宪平 严肃 东方玉树那样的理直气壮 他的内心是卑微的 努力保护着脆弱的父子关系 在剧中 王雪花结局圆满 高考失利欲贵人 成最大赢家 眨眼之间 王雪花 东方红 杨思雨三个小伙伴从无邪的童年进入少年上了中学 这时候 三人又加入了一个新的伙伴 少女颜冰 颜冰的父亲严肃地出现 给王明忠的病情带来了新的希望 高考前夕 明忠放弃学校的保送机会 要报考心仪的医科大学 仍是为了要治愈纠缠她多年的影集 却导致不明就里的雪花与家人再次发生冲突 王宪平的态度是支持儿子的决定 让女儿雪花考中专 毕竟 以她和妻子的收入 供两个孩子读大学 力不从心 王雪花误以为父亲重男轻女 坚决不肯让步 那么 为什么说王雪花高考失利欲贵人 成最大赢家呢 众所周知 王雪花的成绩一直不理想 对她来说 考上大学的成功率不高 而这可从她超东方红的作业反映出来 高考落榜可以预见 但是 王雪花从小到大是一个孩子王 灵活多智 情商极高 颇有组织才能 高考失利后 她将如何规划未来的人生呢 便在这时 一位贵人出现了 此人与王雪花颇多相似之处 敢闯敢拼 敢做敢当 敢为人先 这人便是王雪花的小叔王献安 王献安在外打拼多年 积攒了一些人脉和资金 她敏锐地捕捉到手机市场的商机 与朋友合伙资回家乡开店 生意火爆 王雪花高考失利之后 来店里帮忙 从而成为她踏入商场的第一步 在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之后 王雪花另起炉灶 不仅将手机生意越做越大 还自己创业开场 虽然没能读大学 却成就斐然 是小伙伴中最成功的一位 成为最大赢家 有一句话说 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 也必然为你开了一扇窗 王雪花不善读书 是关上的一扇门 灵活多变 人来熟 极有开创精神 是打开的一扇窗 富有生存能力和实践经验 能从容地解决各种复杂问题 这何尝不是一种本领 与学以致用的书本知识 书图同归呢 世间有两类知识 一类源之于书籍 一类来源于生活 书本知识是通过研究 实践 归纳 总结得来 而生活实践 本身就是一块运生知识的原地 如同古人所说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由此可见 王雪花成最大赢家并不是偶然的 而是偶然中的必然 如同古人所说 王雪花成最大赢家并不是偶然的 而是偶然中的 如同古人所说 王雪花成最大赢家并不是偶然的 而是偶然中的